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下窗 也希望视镜顶级中尉 在这种背景下 来自特程队内的中尉马奎尔进入了曼联的视野 马奎尔在过去的几个赛季 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也成为了英格兰的主力国角 他帮手稳健 位置感以及卡外能力都非常强 同时投球能力超强 在球队的前场任意球进攻中也是一档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世界杯球员信息表上 他的体重显示有98公斤 身体强壮程度可见一斑 在刚结束的世界杯上 马奎尔表现相当出色 出场七次打入一球 而且还中攻一次 早在世界杯前 曼联就开始对马奎尔发起了满人攻势 但是莱斯特程一直没有松口 而在世界杯后 莱斯特也为马奎尔开出了自己的心理价位 6500万英镑约7300万欧元 同时来 自法国媒体的消息称 莱斯特程也已经找到了马奎尔的替代品 一旦马奎尔离队 莱斯特程就会引进赫塔贝中位德科纳姆 德科纳姆与赫塔贝的合同中有35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 只要莱斯特程支付3500万欧元就可以带走德科纳姆 因此这笔交易难度不大 莱斯特程已经松口 麦连仅需要拿出6500万英镑 就可以世界马奎尔 但是面对如此高价 鸿莫高层也希望卖掉队内的部分球员 换取资金后再开始交易 而来自每日邮报的消息称 麦连队中的后卫罗获成为了鸿莫的清洗目标 鸿莫希望以3000万英镑卖掉阿根苹果角 据悉 德加德劳报以及一些英超球队 都对罗获十分感兴趣 新赛季的英超会在8月9日开打 而英超的转灰窗 也会在8月9日前关闭 因此麦连如果想完成这笔交易 必须加速了 同时有消息称 麦连还会在引键配里激起后放走马笑儿 而这一笔交易 同样需要与时间赛讨 眼镜歌CN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都会议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子的媒体